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二分副三 再来炫酷关一个背影版的 一处精神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招魂作为最近这些年 最成功的恐怖片之一 它是又开发招魂宇宙 又拍续集的 相关电影呢 属实是没稍整 最近呢 该系列正二八九的续集 招魂3也出来了 虽然不是文子仁指导 但是评分也还算过得去 诶 那来吧 今天我就来给大伙讲讲 这个同样精彩好看 豆瓣评分高达7.9的电影 招魂2 二啊 别着急 二讲完就说三 这都是规划之内的 招魂2的故事呢 依然围绕着沃伦夫妇展开 这两口子里 男的叫爱德沃伦 是神鬼学家 女的叫罗琳沃伦 是阴阳眼灵媒 故事一开始呢 罗琳就说 我们虽然身经百战 见多识广 但是还是有个事 能把我们两口子吓得 1976年 他俩在纽约 调查一个传闻闹鬼的小屋 这个房子的前主人 自称被魔鬼控制 夜里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人 沃伦夫妇前来呢 就是调查一下吧 到底这个房子里是真的有鬼 还是说犯罪分子在拿鬼背锅 只见罗琳开启技能 还原了犯罪现场 自己则带入了杀人犯的角色 来了一出无实物表演 几枪过后 罗琳又被一个小男孩 指引到了杂货间中 四名死者站在这里 突然一个向左看齐 罗琳跟着往那一瞅 有个镜子 他透过镜子看去 背后有一个脸煞白的恶魔修女 也就是本片中的大反派 按照咱们简单粗暴的叫法 就是一个字 鬼 修女给罗琳好顿下火 甚至还向他展示了 丈夫爱德惨死的画面 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 拉回到了现实中来 诶 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沃伦夫妇从工种上来说呢 是只负责调查有没有鬼 不负责PK 理论上完整的程序是 出事了 闹鬼了 教堂找他俩来验货 他俩这么一查 如果是真有鬼呢 就交给教堂去驱除 要是假货呢 那就属于是法律范畴了 这个产业还挺成熟 宗教科学两手抓 两手都抓得油了麻花 说就这个事呢 发生不久之后 远在英国的老货家也出事了 这老货家是由一名单身母亲 带领好几个孩子生活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的穷困家庭 他们家的妹妹 就是本次事件的主要人物 妹妹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听得呼啦一声 她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从床上 莫名其妙地 睡到了沙发旁边的地板上 接着和她同住一间卧室的大姐 被敲门声吵醒 但是隔半天 妹妹才走过来 大姐问她为啥敲门 她还说我没敲啊 那大姐心讲话了 诶那你没敲 鬼敲的呀 恭喜你答对了 自打这天开始呢 这老货家就开始了花式闹鬼 妹妹晚上经常梦游对线空气 弟弟也发现 有看不见的东西在动她玩具 后来这鬼更是变本加厉 大白天就敢和妹妹 抢电池遥控器 随后 这个鬼的恐吓范围 又逐渐从俩小孩跨大至全家 有一天 妹妹正被鬼吓唬的 滋滑瞧叫唬呢 大姐不信邪 想批评她两句 咔 床抖了 诶 尖叫女声独唱 变成了左右立体声了 完了 姐俩正被鬼吓唬着呢 老妈过来了 她也不信邪 想批评两句 结果咔 跪动了 门关了 这回一家子都嗖嗖往外窜了 那该说不说的 她家对面人挺好啊 不但收留他们住宿 还帮他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 依然还是不信邪 企图从科学的角度展开调查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 这不是国产恐怖片啊 这个设定里边是真有鬼啊 那与此同时 沃伦夫妇也没闲着 这段时间里 先是爱德做梦梦的修女 醒来后画出其画像 后来罗琳又在梦境里边 和修女邂逅了一下吧 这次邂逅呢 给她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修女从画中走来 和罗琳展开对线 罗琳问她 你是谁 你要干啥呀 修女用雪白的小手指指旁边 只见爱德站在阴影里 噗哧被树干穿了 那意思就是她警告罗琳 说爷办事 你别参合 否则就是这个下场 回到现实 罗琳发现自己 把一本圣经划了得稀烂呢 看样属实是给她下得不轻 回到老货家这边呢 闹鬼的事就传开了 媒体朋友们也被吸引了过来 他们想采访妹妹 还企图召唤一下了这个鬼 那鬼倒是也挺配合 很快就附身妹妹 卡着嗓子眼就开始说话 这鬼呀 一听着动静 岁数就挺大了 明显是个老头 好像还有点老天痴呆 磕巴的 也说不出啥有营养的话了 等到了晚上 这个鬼老头又发威了 他们追到了对门来 咔咔就附身邻居家的狗 幻化成孩子们玩具中的角色 最后又附身妹妹 一顿啊 把什么灯干碎了 炉子干废了 一跪的玻璃杯子 全给干崩溃了 但是她就是不伤人 就是吓唬就是玩 这边事闹得太大了 咋整呢 快去请沃伦夫妇 这回还是老规矩 他俩只验货不PK 如今这罗琳呢 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全 他有点犹豫了 但是这爱德说的好啊 咱们一向是助人为乐 不帮忙不是脏性格 我答应你 去了那个老货家的小屋之后呢 有危险咱就溜 坚决不逗留 走一起进屋 到那以后 这个鬼借妹妹之口 率先警告罗琳 接着他们展开调查 往那一坐 又想对鬼老头进行人口普查 但是妹妹说呀 这鬼有点害羞 要不你们撞过去吧 他们一转身 这鬼就附身妹妹 开始巴巴 说自己是回来找家人的 但是咋知道 这房子现在不属于他 肯定是找不着啊 爱德和他唠了一会儿 也唠不明白 最后掏出了十字架 对面一阵惨叫 小女孩又恢复了正常 这一套操作 睡觉 咔 睡发面了 一睁眼 嘿 个棚上粘着呢 后来他又差点让鬼给闷死 要不是沃伦夫妇及时赶到啊 妹妹这小命 说不定真的就保不住了 然而调查到现在 虽然危机重重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沃伦夫妇 至今还没亲眼见着鬼 每次闹鬼 他们要么转身了 要么事后赶到 就是没打过照面 那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全都是可以造假的 挺值得怀疑的 某天在他们又经历了 一系列下人虎道的闹鬼事件以后 沃伦夫妇观看了现场录像的回放 并且惊讶的发现 哎呀 刚才这一出 原来是妹妹自己装神弄鬼装出来的呀 这是造假呀 那这是否能够代表 他们家之前的所有闹鬼 全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呢 这谁也说不准 但是妹妹造假被抓包以后 教会那边就不干了 他们就要撤退了 因此沃伦夫妇也被迫停止了调查 准备返乡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妹妹为啥要造假呢 等沃伦夫妇走后 她说出了真相 鬼是真鬼 但是她要求妹妹造假 把驱鬼团队给忽悠走 否则鬼就要伤害她的家人 行啊 这鬼还挺有心眼的 跟人类玩上小战术了 但是咱这俗话说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呢 这鬼终究还是没有人聪明 沃伦夫妇刚上车 爱德突发灵感 将对鬼老头的审讯资料 俩磁带一起放 哎 本来断断续续 支支吾吾的词 突然就通畅了起来 好家伙 原来之前的音频 那是鬼畜啊 罗琳也突然被拽到 通灵世界里 与鬼老头对线 很明显 鬼老头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 她只是一个用来转移 沃伦夫妇注意力的工具 幕后的大boss 还另有奇鬼 谁呢 也就是那个 铺垫了一整部电影 在Super Idol 修女 罗琳问老头 怎么阻止她 老头又说了个谜语 回到现实 这两口子 一边往老霍家赶呢 一边想 这个谜底到底是啥呢 此时 老霍家已经被霍霍的 啥也不是 修女很快就将 找到一个入口 先去一步 罗琳在外边思考谜底 诶 终究这好心的两口子 还是要舍命参与驱魔了 爱德进屋之后 先是被刺伤眼睛 然后又经历了 一大堆的关抢 最终是一手拽着窗帘 一手勾着要跳楼的妹妹 楼下就有一个锋利的树干 掉下钱 那是必被扎豆腔啊 这不和修女 那个警告就对上了吗 就在这危机时刻 罗琳终于破解了谜底 鬼老头谜语的意思是 你想驱魔 就得先知道修女的名字 而她的名字 其实罗琳早就已经在 这个圣经上划了出来了 于是罗琳进屋 和修女展开最终的对线 她大喝一声修女的名字 瓦拉卡 然后配套咒语一念 什么巴拉拉能量 巴卡拉卡 你给我滚出阳间 诶 修女终于被赶回了阴姐 这场危机呢 也就终于是告一段落了 影片的最后 就是俩人回到家中 在他俩的一顿撒狗粮中 结束了 这个片按照电影里的说法呢 是改变自真实事件 但就这个真实事件 到底能真到哪线 早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看完之后啊 我还是有挺多疑问的 因为一直感觉 好像修女这条线 是行为动机啊 还是出现的场合啊 都和鬼老头那条线的联系不大 后来我看了挺多的分析 再结合一下 修女单鬼电影的设定 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 那就是说修女原名 瓦拉卡 是所罗门王 七十二驻魔神之一 他的特点就是知无不达 所以罗琳问了 他就会用各种的方式 间接的告诉罗琳 怎么对付自己 也是一个老受虐狂了 瓦拉卡把罗琳 看成了眼中钉 是阻止自己 夺取灵魂的障碍 所以会警告他 威胁他 并且挑衅罗琳的信仰 不过这个设定呢 还和电影里的 一些地方挺矛盾的 大伙也不用太纠结 我看了一下 电影幕后故事 本片原定大boss 就是鬼老头 修女现实 温子仁拍完之后 感觉不够味儿 而进行的后期补拍 那要这样的话呢 那就通了 难怪呢 有时候看着挺割裂的 那比起故事啊 这个片的视听 还有吓唬人的技巧 其实是真挺厉害的 你看这个片 它不像詹姆斯盖那种恐怖片 就是突然吓唬人 这个片是你明知的危险要来了 但它永远是快你 或者慢你一拍 再或者用假假真真的悬念设置 分散你的注意力 然后突然一击 哎 这就导致你就感觉 还没等它吓你呢 害怕的感觉就已经上来了 哎哎 不多说了 我得上个厕所玩去了 行吗 那么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